你开始创业之后呢 你更是必须搭讪啦 因为如果你从事的不管是什么行业 基本上你创业之后 你就是要不断的跟人家介绍你自己的产品 介绍你的服务啊 各位朋友好 我是激励的安政匡 与强商会用个人经验 还有不同的时事来激励你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非常的明确就是 搭讪促成创业 创业必须搭讪 各位朋友我拿我自己自身的例子啊 过去呢因为你也知道我是这个搭讪 成为一个教主嘛对不对 那搭讪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不断的 你放在事业上就等于是在不断的去开发 新的客户不是吗 那么在面对客户的时候呢 你要有绝对的自信 把自己放在他的面前 你要有几家的沟通技巧 让对方愿意听你的话 继续不断持续的听下去 以及当你被客户拒绝的时候 你要有能够平复自己的心情 看到下一个再搭这样子的能力啊 所以当你具备这些能力之后啊 你慢慢的在职场上 你会培养出你累积出来的专业还有实力 那也许呢有一天你就被fire掉了 不是就有一天你可能就想要自立门户了 于是你过去培养这个搭讪的能力啊 会把你推向创业的道路哦 这就发生在我身上 那么你开始创业之后呢 你更是必须搭讪啊 因为如果你从事的不管是什么行业 基本上你创业之后 你就是要不断的跟人家介绍你自己的产品 介绍你的服务啊 像我自己现在创业之后呢 我们公司做的是行销啊公关 我们会做政府的标案 会做民间的一些案子 我们就是要不断的主动跟别人接触之后 看看对方愿不愿意接受我们的提案 然后呢让我们帮他们做这个case 帮他们做宣传 在这个过程里头 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 就是啊有时候啊 你在这样毛遂自荐的不断的去 想要拿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难免会遇到一些 挫折跟打击 也就是说 对方可能早就内定好了 这是不是就有一点像 你想要搭讪认识异性的时候 就人家早就有男朋友了 对不对 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灰心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灰心 为什么呢 因为说不定人家早就跟男朋友感情很不好 想把人家fire掉啦 对不对 那你这个时候去的时候 说不定他看见 你真的不错啊 就你啦 这真的也会发生在工作上哦 你在事业上主动去接触客户的时候 你以为你做过调查 他们跟这间公司其实有长期的合作 我应该打不进去吧 殊不知 他们可能对这原本的合作商非常不爽啊 事情做得不好 或者到后期就摆烂 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又没有其他更好的对象出现 所以不敢换人 这个时候你把你自己放在对方面前的时候 对方一看 你也不错 这就是救你啦 是不是啊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还真的要具备这种主动出击 去搭讪的能力 让你自己能够拿下一个又一个的机会 所以 搭讪促进创业 创业必须搭讪 好的 当然 那我们nya不和 不和 怎么就没气 我不跟老自我们春天 初步 吗 Bueno T 我